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來賓 請起立 掌聲歡迎大會貴賓入席 大會志誠歡迎 拿聽巴杜卡周美芬 巴達林在野南區國會議員 YB徐來賢先生 白金贊助商 Caring Pharmacy 康寧藥機代表 市場營銷部總監呂維龍先生 黃金贊助商 TOP GLOVE頂級手套代表 洪英達先生 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主席 拿督王宏財董事長 馬大華文學會常年合作夥伴 富貴集團愛心基金會副董事長 陳建發先生 第32届馬大華文學會 執委會主席 黃燕科同學 以及第16届全國大專辯論會 主委會主席 方泰倫同學 主席 各位來賓 請肅立唱國歌 馬來亞大學校歌 以及馬大華文學會會歌 祝福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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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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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赞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赛程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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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这个舞台大放异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请黄同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大庄 李宗盛 全国大庄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民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及更有权利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经营活动以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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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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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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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导致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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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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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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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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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阵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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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展 其实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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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驱动 在外在条件 那六十年 再开始 极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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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使用 就是改造成功 我们国家 可是今天 说我们 他有办法 这两者 選舉 高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要打算 是 有没有可能 正方四面 提出 只有经济 人民的 能够让我们 你觉得我的问题 首先 他安静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路 走这条路 所以说 各位 各位 我说 中文字幕志愿 所以说 所以说 人民都可以 所以说 他还可以 使用 他 陈飞 是吧 像腾飞迈进一程 对方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逻辑会很荒谬 因为如果有一定的突破格局 就叫腾飞 任何国家基本上都可以腾飞 没问题 对方你无非告诉我 你无非告诉我 进一步你说你的突破格局 是在清廉的落实 和民主制度的落实 对吧 你说马来西亚只要变得清廉 变得民主 我们就会往腾飞的方向跑 从以前没有变成有 这就是那种腾飞的体现 来我请问你 中国有腾飞吗 中国有啊 中国有民主吗 没没 民主跟腾飞有时候 不一定是同样的东西 好 在中国 来 您说清廉能腾飞 希腊在国际贪污指数排名上 是前五名的 他腾飞的吗 破产叫腾飞吗 希腊成为第一个 第一世界国家中 对方就确定 我们了解民主的重要 和清廉的重要 让对方确定一个逻辑 马来西亚从来没有民主过 民主和清廉 这种没有变有是一种腾飞的体现 不过是避免资源的浪费 对不对 避免资源不当的运用 但节省了这笔资源 这笔资源投放到哪里 才是接下来我们看待的重点 可以达成这个公司吗 是啊 达成这个公司哦 好 谢谢 好 谢谢时间到 再给双方一个掌声 好 所以现在重点 是在腾飞那两个字上面 我们现在有请 全面筹尾向评审 收取几分表格 现在比赛继续 我们现在要有请正方的三变 来进行博论 时间三分钟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腾飞两个字 真的是很重要 我方对腾飞的定义是什么 我方的衡量标准 就是说突破国家格局 突破国家现有的困境 和这个困境中的格局 国家才能腾飞 刚才对方讲了两个论点 说什么 人民竞争力不够 外交格局很困顿 真的是这样吗 我方看不到 其实人民竞争力 我刚才讲了 国阵正在坐着 而且外交格局 国阵也正在坐着 所以说这两个问题 国阵正在坐 已经做出来的时候 请问谁能说 国阵做完这些 马来西亚腾飞呢 不能说腾飞 为什么 这两个问题 对国家腾飞 不是那么至关重要 或者是说 解决问题 不能是 不是说解决问题 就能造成国家腾飞 而是说突破现有的困境 才能造成国家腾飞 而不是解决 您方两个提出来的问题 所以今天 限制国家腾飞的困境 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方二遍已经讲了 就是什么 司法独立 没有 选举独立 没有 这两个独立 没有 弹劾民主 而且第二点 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还建国60年 还没有两限制 所以这才导致了 巫统一党独大 巫统肆无忌惮 他做什么 他心里明白 反正也没有人 可以用选票替换我下去 所以我做什么都无所谓 而且检察官是我的人 反弹会是我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用两限制 当西蒙上台以后 巫统就会害怕了 原来人民用选票换我是这么简单 原来反对党用选票换我下去 是这么简单 他可以开始害怕了 而且西蒙上台以后 他也会因为不想被换下去 而且要做得特别好才可以 所以说西蒙也有怕 国阵也有怕 这是什么 这就是权力制衡 导致两党无法肆无忌惮 那么第三点 对方讲说经济 我方不是不讲经济 我方也讲经济 但现在经济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 6%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 中国才7%而已 经济增长没有问题 但是经济分配却有问题 所以说这个蛋糕做的可以很大 但是切蛋糕切得不公平 而且切得不透明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国民 不能享受这个国家 经济腾飞所带来的好处 国家经济依然在腾飞 但是我们人民口袋 钱却越来越空 我们甚至很多情况下 都拿不出1000令吉 作为应急存款 这时候要做什么 做的就是经济再分配 那么我们看回西蒙静元宣言 从第1条到第10条 还有第30条到第39条 说的是什么 说的都是要为国家 这个B40和M40这个群体 要重新把钱还给他们 然后给他们优惠政策 比如什么 买房子便宜 买汽车少数 所以让他们真正能享受到 国家经济腾飞 带来的好处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讲说 国家也腾飞 人民也跟着国家腾飞 享受好处 而不仅仅只是六八仙七八仙 GDP增长率那么简单 谢谢 好 感谢 时间到 我突然有感而发 我认为呢 那些不是辩论圈的朋友 今天纯粹来看热闹的朋友 他们会有点纳闷 哈 你们两队都是支持 希望联盟的 你们吵什么了呀 都支持同一个阵营中文 要吵咧 当然我们变谈中 就知道他们在吵什么 对不对 OK 好 我们现在有请 反方派代表 对正方三变进行咨询 来 又请 谢谢 明确一下 您方的意思是不是 只要你改朝换代 能解决到一个问题 你就认为您方立即 对没有 我方讲的三个问题 只有改朝换代才能解决 您方的两个问题 国阵已经在开始解决了 所以您方的意思是 我方要论证的是 改朝换代 完全做不到任何改变 您方认为这是我方立场 不是 可以做到改变 但是 所以两方都可以做到改变 差别在于 但是您方的问题不是突破 综合国力提升 没有问题吧 您方的综合提升 不是突破困境的关键点 而我方讲的这三个问题 才是突破困境的关键点 会改变 但会不会做到质的飞跃 再跟你确认一下 您方认为 北欧各国全部都提 都是腾飞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福利国 他曾经腾飞过 他曾经腾飞过 但他福利国 人民安定 不是腾飞的指标 他在福利国之前 他曾经腾飞过 他曾经 再跟你确认一下 现在他没有腾飞对吧 现在可能稍微 腾飞的脚步慢慢放过 但是请注意 马来西亚连他们 腾飞慢慢腾飞 我方实在不了解什么意思 没关系 再跟你确认一下 您方认为 安抚民怨 让人民过得比较好 比较没有负担 也算是腾飞对不对 现在不是说人民福利太多 导致国家破产 是人民根本没有福利 设立一码诊所 设立一码商店 也是在帮助人民 解决经济负担 您方认为 这也就是腾飞的 现在有75%的年轻人 一千令吉的应急存款 都拿不出来 所以 这叫经济腾飞 同时是我们得到一些援助 我们得到安定的生活 仍然不是腾飞 再确认一下 您方认为 现在国阵 是有在做增长竞争力的方式 它有在做 对不对 就比如数码自贸区 人民可以上网 卖东西 这就是竞争力 如果这些没有办法 让我们冲出突围 让我们在 陀际的局势里面 突破我们的困局 您方认为 这也不算 国际格局 我已经讲了 这么多东方式压山 区域自贸协定 你难道不要 当然 假设我们现在 我们要工业4.0 其他国家在十年前 最近投入资源 让他们可以发展 好 感谢两位 工业4.0 我们稍后再变 谢谢 好 看见了 反方的教练 行使教练指导权 好 现在双方教练 共享 共享一分钟的时间 来 有请双方教练 来到台上 提醒双方教练 你们只能以 口述的方式进行指导 来 及时开始 好 我们感谢双方的教练 谢谢你们 好了 接下来呢 是轮到反方的三遍 进行博论 你的时间 同样是三分钟 有请 好的 谢谢主席 大家好 对方被我的标准 一直在跳动 对方被我的主编 明明在盘问的时候 达成了 是一个国际的术语 意味着是综合国力的提升 三面突然间发口 我只要有一个突破口 就叫做突破 那按照这样的逻辑 宁方肯定赢 为什么 因为今天改朝换代 政党轮替是史上第一次 所以我突破了 所以我就一定能横飞 宁方的标准 非常的荒谬 所以我方还是看 宁方主编达成的共识 我们讲国际综合的国力 我方看看 那当中里头的标准 有军事 有人口 有经济 宁方所谓的民主化的指数 到底在里头 占了多少个百分比 宁方没有论证 换而言之 宁方所谓的 民主的体制的修复 的确那些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 可是他今天 不是疼非与否的标准 这是我方想要告诉各位的 更方不要忘记 在这个全球化的世代当中 其实真正能够决定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是什么 是经济的力量 你经济力量强 意味着你拥有 更大的话语权 因为你的文化输出率 更加强 因此经济 才是我们今天 要讨论的重点 第二部分是什么 我们来检视一下 西蒙的政纲 例如方讲 所谓的西蒙部分 也有分配资源不足的问题 可是我方要告诉各位的是 西蒙的宣言当中 他所谓针对的 分配资源不公也好 或是说 扶弱的政策也好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脉络 不在于说 要使得我们国家 充满各种各样的竞争力 重点在于扶贫 重点在于公正 公益 跟大家都居者有其无的社会 换而言之 西蒙 您方如果说 有没有意愿要腾飞呢 我方告诉你 他更专注的是福利的国家 而不是创造一个 更多创新力 更多拼近 更多竞争力的环境 这时候我方告诉各位说 哪怕西蒙 西蒙的政纲本身 动不能论证 他其实是往腾飞的方向前进的 哪怕是我方说 今天西蒙真的很有毅力 人民已经准备好 要腾飞了 可是我方告诉各位的是 国际环境的变革 不是您方所谓的那么简单的 不是今天纳吉 有签一些TPPA 还是什么之类的 国际贸易协定 就能够成功 这也是我方想表达的 很多时候 腾飞是一个复杂的因素 是国家当中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迎合 如果现在 这个页岩油开发出来 我们本来样以为生的 这个石油的价格 突然间蹦跌 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会被影响的 所以我方告诉各位 事情很简单 这一次的改朝换代 跟腾飞 是超出范围的 改朝换代 换政府本身 其实已经是不能够掌控 腾飞与否的事实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苛求 西蒙执政 一定能够带来腾飞 因为我们更知道的是 在国阵摧残的国本 数十余年来 您方所谓的民主也好 司法也好 立法也好 更应该专注的是 解决这些制度的问题 解决了基础之后 我们再安抚民怨 才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而您方如果要给我们论证说 民主跟司法 跟腾飞有关系 请您方的节便告诉我们 到底为什么今天 新加坡是一个伪民主的国家 它为什么可以腾飞 中国同样也是一个 民主指数比较低的国家 为什么可以腾飞 这当中的必然的因果关系在哪里 您方始终是没有交代的 谢谢 感谢 谢谢反方三变 紧接着我们有请正方派代表 对反方三变进行质询 来时间两分钟 有请 好 谢主席 请问一下这方面有啦 你告诉我说综合国力 请问一下只指GDP标准吗 经济 最主要是这样 综合国力跟GDP标准 您方是放等号的 对不对 有军事有人口 可是主要是经济 这样您方所有的论证都是在说 今天马来西亚的经济已经到达一个高度 GDP很难再有一次制的飞跃 对不对 是 但是请问一下 经济标准只有GDP标准吗 可以不可以是人民生活标准 幸福标准 可以不可以是资源分配上的标准呢 我方 您方可以举上 这些是值的标准对吧 最主要还是国家的GDP增长 我们才会判定 比如说中国为什么这样腾飞 利亚双位数的成长 印度也是有 今天马来西亚GDP增长6% 请问一下 马来西亚的贫富差距问题有解决吗 对不对 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跟腾飞没有关系 因为你解决贫富差距 意味着你的资源投入在浮弱 今天GDP增长了 所以我们要着手于下一个突破口 是不是要从人民的 这个资源分配 它的幸福感上面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民方不是跟我帮鞋片达成共识 是一个综合国力的提升 不是突破困境的说法吧 GDP 我承认有那一个标准 它已经很难突破 可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突破口 而西亚现在坐着这些突破口 你就要告诉我 为什么解决了贫富不均 可以带来经济的双位数成长 因为人民的幸福出现 值得改变 值得上升 请问一下不是一种更好的腾飞吗 更好可是不是腾飞 好 所以说对方Bill 今天总结来看 只看GDP 不堪人民的幸福制度 不单的人民也很幸福各位 对方Bill 请问下下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说 所有马来西亚现金的资源 还有人力的资源 没有办法让国家腾飞 对不对 我们看西蒙执政的重点 不在于让国家腾飞 对对对 你刚刚告诉我说 现有的人民竞争力不能够 对不对 是 这样请问一下 新加坡这个例子 请问一下 没有资源情况 叫为什么新加坡能够腾飞 因为他的国家当中 有很大的资料 他促使 他营造一个竞争的氛围 所以说我们换掉这个政府 换掉新加坡 好 时间到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问题的讨讨论就停在 新加坡没有资源 为什么他能腾飞呢 要答 时间到了 好 等一下留待自由辩论 或者总结的时候 大家可以回答和较量一下 现在我们要请全面的筹委 向评审 再一次收取几分表格 诸位评审 辛苦了 是的 对于第一次来看全面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制度 应该说去年也已经是这样了 就是每一个小段落 就会收一次评分表格 啊 紧张啊 OK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双方的四边 来做第一阶段的总结了 我们先请正方四边 来做第一阶段的总结 把握好时间 来 有请 谢谢直播大家 我今天好 我们来看对象没有巧妙的地方在哪里 对象没有把除经济以外的进步 经济以外的改进 经济以外的更改 都排除在同飞之外 我不是不认同对方 只不过在对方的这一个运劲之下 我们马来西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度 只重视经济真的可以吗 墨西哥以毒品治国 对象没有 同飞了吧 经济成长了吧 这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对方能够口口声声在那边否定民主的重要性 为什么对方能够在那边口口声声在为我们马来西亚否定体制的重要性 对象没有体制和民主在您方看来真的那么一丝不完全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你为什么能够说一个国家从原本的有问题变到没问题不是一个腾飞的体现 对象没有 你可以不要对经济这个字眼进行你自己的诠释吗 我只能可能读过经济的人都知道 经济是从各个层面的人文上面进行考核 为什么经济学家去进行幸福指数的衡量 因为人自己的感受人自己的看法也是经济的一环对方不能够只看数字 所以简单的说一句 对象没有今天要论证的 只是一个经济同飞的国家 我们要的是一个美好的国家 大家活得开心的国家 我们要的是一个我们喜欢并且引以为傲的国家 全不是所有 谢谢 好 我们感谢正方四辨的慷慨激昂 您剩下的时间是4分39秒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四辨来进行第一阶段的总结 有请 好 各位好 对方问我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今天腾飞谈的是这么硬的东西 各位 一个问题 如果今天单凭一个国家幸福的指数 就能判断它腾飞与否 坦白讲 不单 它这个国家是国民幸福指数最高的 我们是要称它为腾飞 为什么我们把今天的遍体如此锁定到 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上 因为各位 今天这个世界不是只剩一个国家 不是只有马来西亚一个国家 今天马来西亚内部搞得再好 你还有外面其他国家要去竞争 而在这个资本时代 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 决定一个国家在这个国际程度的排名 人家会不会把你称为腾飞的 就是你的硬实力 就是你的经济实力 那主席刚刚问我们什么 他说两方如果都支持西盟 我们今天吵的是什么 我们谈的是未来 我们各自要告诉大家 西盟假设上台后 他最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未来 如果今天大家信了对方一套 只要有了民主 有了清廉 我们就可以腾飞 就可以受大家所仰慕 那各位 不是505 下一届大选之后 很可能大家都会落成一层空 因为为什么 这一次西盟的改朝换代 不管从宣言的分析来讲 还是他以后政策的落实来讲 我们都告诉你很明确 要实事求是 他们现在要求走的 本质就不是一个高竞争力的国度 他要的是一个 如对方说的 重点是先恢复国家的制度 先安抚民怨 先恢复大家的幸福 这个道路和高竞争力之路 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道路 甚至很多时候是相吃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资源有限 你怎么配置 你就创造怎样的国家 所以腾飞的概念理清了 对方要告诉我们 为什么民主清廉之后 我们就能够直接到达 接下来的重点 而西盟现在选的是另外一条道路 我们又怎么会到那一边呢 谢谢 好 感谢反方四变 您还剩下4分04秒的时间 好 现阶段 我们又要劳烦全面的筹尾 向评审收取计分表 那筹尾收了计分表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 大家期待已久的自由辩论环节 看双方一来一往 短兵相接 好的 我们感谢全面筹尾 来了 两队的队员 你们准备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到 不会回答我问题了 没有关系 集中精神是好的 来准备 自由辩论 哪一方先开始吧 正方先开始 好 来 自由辩论 现在开始 有请正方先发言 请问对方朋友 在国家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国家怎样腾飞 国家体制修复之后 我方要 但是修复之后 能不能够让我们腾飞 您方还要举证 想请问你 修复体制之后 资源分配 我们的资源分配 重点并不是放在 这个发展开销上面 请问大马要怎么 跟其他国家竞争 修复体制是腾飞的必要条件 所以今天我们在不停地强调 这个政治体制修复的必要性 那么第二点 对方没有讲说 行政开销和发展开销 这点恰恰也是我们 刚刚想说的 西蒙也是想做的 重新分配这个资源 做到更公平 更公正 所以请对方不要否定 我方论点 对方朋友 你从来没有论证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讲的是 没有民主 就绝对不能腾飞 解释一下中国 对方朋友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你说了 今天我们没有承诺 但我们不会做 请问兵州政府做到了吗 所以民主制度 不是因讨论腾飞的重点 换言之 我们现在看到的发展开销 西蒙的替代预算案 和国阵的预算案 是没有相差多少 想请问你发展开销 没有加大数据 讲指腾飞 为什么是没有相差多少 长同学 都只占两成 你有没有读那个报告呢 可是新加坡占了七成 我们要对比一下 怎么发展 对方朋友 总共的钱被你摊掉了 我把哪摊掉的钱 拿回来的时候 我钱是不是更多来发展 来对方摊掉的钱 拿回来之后 放到哪里才是重点 今天的发展开销 依然只有20% 都还没有比新加坡人家 有60% 我们怎么同飞 来啊 现在对方讲贪污问题 你们有没有看到 你们的体制被违宪 没有办法 很好运用这些资源的时候 为什么 民方的经济会是大问题 我方已经说了 你要解决他的问题 只不过是 哪回一次性的资源 可是你这个资源分配 要怎么分才是重点 请你回答我 新加坡花了七成 你只花两成 马来西亚怎么比得过新加坡 来 请问预算是谁写的 财政部长写的嘛 财政部长又是谁呢 财政部长是首相嘛 所以今天首相 乱乱定这个预算的时候 我们西蒙说什么 我们西蒙说 财长和首相不能坚韧 这个才是我们修复体制 导致你们预算 可以更公平更公正的体现 对方朋友 我方当然懂是首相写 可是我方讲 去年的预算案当中 它的分配只有两成 证明了它的执政理念 更多的是把资源投入在 所谓的福利的部分 不是发展的部分 请问对方朋友的 所以你告诉我 新加坡的 那个财政预算案 是唯一标准吗 所以我方告诉你的是 西蒙的替代预算案 跟没有差太多 因此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改朝换代 只是修复 不宜带领我们腾飞 这样请问您啊 西蒙有福利政策 它让家庭主妇能有公积金 请问让家庭主妇 公积金 我们怎么样有竞争力 来 队长朋友 你别讨我问题 请问一下 今天首相的所有 首相可以兼任财长 请问一下 这种政治体制上面破坏 您方到底要不要看 队长同学 你听清楚 我方讲的是 鸡蒙的替代预算案 OK 所以您方可不可以回应我 我今天要提高 最低薪金制 让中小型企业的外资 都不敢进入 这又怎么样发展呢 所以队长朋友 建议值得是我钱如何放 问题是现在政府 有没有放钱 我都不知道啊 队长朋友 哪怕是首相兼任财长 如果他的目的 是全民首相 是福利首相 他仍然会把更多的钱 投入在那边 所以重点不是首相 跟财长之间的分别 好不好 队长朋友 不要一直扣我们说 福利国的问题 我现在告诉你 是我换了之后 他们问题不在的时候 我们能够 真正意义上面的拨款 可是你贪污拨款 拿回来过后 放在福利上面 也不会腾飞 这样请问您啊 改朝换代过后 怎么样改变 我们现在原油价格 下跌的国际局势的困绑 所以今天队长朋友 腾飞只有经济 曼德拉出狱 不是南非民主腾飞的体现 南非只是恢复了民主 南非还有很长的路 要继续恢复 今天回到来 今天国际因素操纵 我们这个出口导向的国体 西蒙一个改朝换代 一个政府轮替 怎么去影响这些 所以先承认民主 是一种腾飞 好 队长朋友 大家问你一个问题了 指重是经济上面的增长 等于国家腾飞吗 对 王宝 我方讲的是综合国力的提销 民方始终没有告诉我 到底民主的越境 跟综合国力提高 有没有正相关 综合国力除了GDP标准 也有人民指数标准 民方又不要看这些 你到底要看什么 对 王同学 谁告诉你 综合国力里面有考量民主 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可是民主 怎么让我们的综合国力提高 你有没有交代 王同学 所以综合国力到底考量什么 民主不考量 只是个形式 对没有 假如今天我国 GDP增长10% 但是政治体制 像朝鲜一样独裁 你要活在这种国家吗 来 对方 对方考量什么 考量人口 考量市场 考量经济硬实力 这些是综合国力的指标 民主什么时候成为了标准 请论证 所以对没有 到最后你告诉我 综合实力不考量民主 可是你会告诉我 民主很重要 民主 这样你会告诉我 应该考量综合标准 对没有标准 很奇怪 因为综合国力 腾飞是要跟其他国家竞争 但我们未必要 此时此刻要做到 我们现在只要安定我们内部 但必然要去跟别人竞争 因此没有腾飞 对方没有 我刚才讲了 政治是经济的基础 就好像刚才我说一样 如果首相和财长 再继续坚韧下去的话 那么荒唐的预算案 就还会持续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 怎么改变这个荒唐的预算案 我们首先要改变 首相和财长不能坚韧 这个体制才是开始 谢谢 所以您方也知道说 最终的目的 还是服务于经济 您方政治的改变 到底怎么让我们经济成长 如果它的资源配置 都再是福利的部分 所以对方也承认了 其实根本性的问题 是出现在体制的不公平之上 所以既然我方改朝换代 可以突破体制的问题的情况 可以进而解决您方的问题 所以您方要论证的就是 政治的制度改变之后 最后到达的方向 是有利于经济的 您方有论证吗 对方没有 我说了 我把原本突然间消失 不见的钱 26亿啊 买游艇啊 买猪啊 还是什么牛之类的都好 对方没有 这些钱重新出来了 真正意义上面 给到人民了 对方没有 张同学 这些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办法让马来西亚 持续经济腾飞哦 对方没有 你告诉我 他对我们的伤害 只是一次性吗 我伤害的他 为什么不是对我 持续性的福音 张同学 中国跟新加坡的例子 你又要不要回应一下呢 所以今天对方 他会用我方的一次性 其实一次性的是对方 我方的体制更完善之后 这个一次性 可以一劳永远的 长期性的被解决 除此之外 两限制的提升 让民主进程 从半民主国家 变成民主国家 意识上地位的提升 为什么不是腾飞 好来对方 我们这个逻辑 已经理得很轻了 我们进一步 今天你不断地说经济 不要把经济 说得这么肤浅 我们谈的经济 背后的是 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一个人民的民生 这一切都受这个操控 你的资源都配置 不在发展上 怎么腾飞 对方说经济 你告诉我GDP 怎样算 GDP你不会算啊 怎样请问你 对方同学 我们今天还是依然 保留马来故打 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竞争力 要怎么提升 对方别有GDP算法 CIG Consumer Investment Government 对方别有给人民钱 增加消费能力 会不会提升 GDP计算方法 GDP计算方法 是资源的投放 同样的 它看待的是 你国家的生产力的提升 今天西蒙的资源 不是投放在生产力的提升 是资源的福利配置 怎么是同飞 对方别有 其实我告诉你了 Consumer和Investment都有 所以你不能够说 我给人民钱 增加人民消费能力的时候 没有提高经济 对方别有 连怎么样算GDP 你都不知道 你要告诉我GDP要增长 对方学 马来西亚内需市场多大 对方别有 你可以告诉我 可是我告诉你的 是我这个举动 依然有在提高经济的增长 请你告诉我多大 对方别有 假如今天你生产力爆棚 你产生的东西 人民买不起 你生产的东西要怎么办 扔到垃圾堆吗 还是烂在仓库里面 所以说今天 我们生产力和 人民消费能力 都要看的时候 为什么福利国不是好的 我方才告诉你 内需市场只占了三成不到 所以我们要看出口 出口就要跟别的国家比 好 感谢 双方可以继续发言 时间要到了 好 时间到 谢谢 我们再给双方精彩的自由辩论 一个掌声 现在我们又要请全面的筹尾 向评审收取自由辩论环节的几分表格 反方很厉害 抛一个大大的书包去压对方 好的 那这个自由辩论的分数表收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后一环节的总结 单元了哈 接下来我们先请反方的四变 为我们进行第二阶段的总结 就是你剩余的时间 有请 来 各位好 刚刚主席开头 他引用了全面方的一个帖子 就是那一个 这个变体的帖子 其实底下很多网民的留言 还有很多上不了台的 主席没有说 有的说什么 感觉今天反方同学变完了 会被全场观众吐口水 他们这样子感觉 为什么今天的所有马来西亚人民 如此的对改朝换代 勾扯不下呢 可能大家被国政政府搞得太苦 还是什么 但是重点是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要不要改朝换代吗 不是 为什么我们那么多词汇中 选的偏偏是腾飞 不是安稳 不是快乐 不是幸福 我们选的是腾飞 对方从头到尾不外乎告诉我们什么 今天改朝换代后 第一我们反弹 恢复清廉 第二我们恢复民主体制 我们真正可以换政府 那各位啊 这个世界上有46个国家 是高度清廉的 76个国家都有民主 88个国家都有自由 如果各位的眼界 只局限在马来西亚里面 你今天突然得到了一些 你以前没有的东西 你自然会觉得很感恩 我突然有了很多 很珍贵的事情 但你把眼界放大 把格局放大 放到国际平台上 这些事情到底让你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去跟人家竞争 去击倒对方 这是没有办法带来的 是对方要理清 我们在跟大家理清的逻辑 我们从头到尾告诉你 为什么改朝换代不能腾飞 就两点 第一个 对方也谈了内需 我们马来西亚的内需市场多小 我们人口都不足 我们今天是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而只要你是个出口为主的国家 你必然腾飞与否 很大程度是受外界的国际局势影响的 如果今天欧盟对你的中油出口 进行贸易壁垒 你一个改朝换代 一个换政府怎么去变更 你操纵不了的 而就这一点 对方从头到尾是没有回应的 而第二 我们告诉你 西盟今天的改朝换代 着重的 不是要创造一个高竞争的腾飞国 他要做的是一个安联 清联的福利国 这是他政策的理经和资源 配置的方向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未来 好 那各位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西盟不要腾飞 对方把腾飞说得很好 感觉腾飞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各位 腾飞难道没有他的代价吗 一个国家腾飞不会有代价吗 大家可以看到香港 他可能是灯火通明 他非常繁荣 你有看到这个繁荣底下 86%他的成人市民告诉你 他生活得非常痛苦 经济的腾飞就像一个火车头 如果他往前冲得太快 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会有国民被烙下 他跟不上 这是腾飞 他会有一个问题 对方看不到 我们马来西亚的现况 适合我们去搞腾飞 去搞竞争力 去搞无限的往前冲吗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 我们告诉大家 马来西亚的现况是什么 每五个马来西亚人中 有一个人 他活在联合国国际贫困线之下 这是我们的生活模式 当然可能有一些精英 他可以在高竞争力的国度中获利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有些比较富有的人 他可以在高腾飞 高经济的国家中得力 他可以对改朝换代 赋予这么高的要求 可是一个要富养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他没有办法有这种要求 巴萨妈拉的小贩 他没办法有这种要求 小市民 没有办法对改朝换代要求太高 否则我们会被落下的 我们跟不上 所以西蒙的替代预算案的结尾 他对我们马来西亚 2030年的景象 做了一个刻画 他谈的不是在那个时代 马来西亚会在国际上 多么受人敬仰 他谈的是什么 他只从六个马来西亚 普通家庭的生活和名声 去跟你展现 他们执政后 会要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愿景 他们要强调的只是 人民的安逸 人民的幸福 人民的安康 这是西蒙改朝换代证教 给我们落实的 而这个道路不是同飞 这就是告诉大家的逻辑 谢谢 好 我们感谢 反方四变的总结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 正方四变 您的时间还剩下 四分三十九秒 有请 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持平台 我今天好 我们来看看 对象比我告诉我们 同飞这种情况 他会落下其他的人 同飞真的是这样子吗 还是对方选择性的 选这个样子的同飞 为什么我们进步 不能够是一起进步 为什么我的同飞 就必须要落下我的队友 请问了 对象没有说 同飞必须要高 要高 要高 对象没有谈经济 其实我方也不否认 只不过我方问的是 只有经济吗 对象比我说 经济我们解决不了 为什么 内需解决不了 外患解决不了 可是 我想问了 对象比我说 发展最重要的在于哪里 财政预算案的分配 为什么我们国家 财政预算案 落到如此之地 为什么 因为国政 为了保障自己的政权 无限化的派糖果 才会导致今天我们的财政预算案 变成这个样子 是国政的错吗 也许 可是更大的错在于哪里 我们的政治风气 是一个完全 完全有问题的情况 为什么通过钱来买选民 为什么能够把国家财政预算案的 所有东西都放到给人民的利益身上 所以我们说 财政预算案要改 怎么改 先把政府的风气改好 第二点 对象比我说外患问题好了 对象比我 为什么大家不投资我们 YMDB丑闻 国家腐败 国家的问题 外资会有信心吗 一个政府 一个首相 做错事情 可以完全不被抓的情况之下 对象比我 你要外资对你国家的信任在哪里 一个国家法律的体制 对象比我说 有问题的 不重要 我们的经济只要能够增长 这就是我们的疼悲 可是我想请问了 经济增长好没有问题 我们国家6%的GDP增长好没有问题 请问在座的各位 你们感受到这6%吗 这6%的增长 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体现出来吗 没有 所以我们国家面对的问题在于哪里 不是GDP不会往上跑 不是GDP不会增加 问题是在于国家一昧的在成长 可是我们的人民的经济状况 却一点改变都没有 为什么 人均GDP和GDP完全不同的概念 可是人均GDP的增长和GDP的增长 是负数的 完全不同 这证明了什么 资源分配问题 对他没有间 其实他很巧妙 巧妙在于哪里 对他有做得很好 他说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然你不能腾飞 我想请问了 腾飞真的那么肤浅吗 腾飞在对方概念 看下来是需要 做了就能够做到 做了就能够做到 请问中国的改革开放 到他的经济增长 腾飞用了多少年 各位 二十年 你要我方在这边和你论证 改朝换代之后 绝对有办法导向腾飞 对不起 我方做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国家 未来会怎样 我们不懂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 认清我们的国家 现在需要改变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才能够推动 我们往腾飞的方向前进 我们说能够腾飞的定义是什么 能够腾飞的意思是什么 在于我有能力 让你腾飞 一定吗 不必然 我读书有能力 让你腾飞 一定吗 不必然 腾飞最好的景象体现在哪里 各位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 二十二年的落寞 有谁想过 我们能够站在这一边 和一个在变谈当中 称霸的马大党 请问了 他赢我们 叫腾飞吗 不叫 因为他原本就很高 可是我们赢他们 是腾飞吗 是 请问了 这个看是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景象 就代表我们不能吗 为什么 我们没有努力吗 我们没有技术吗 我们没有知识吗 我们都有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很简单 其实大家对国家 有点信心 马来西亚是能够腾飞的 只不过问题是需要 一步一步的来 今天就算我方输了 我只想在大行中 散播这个想法 绝对相信 马来西亚在改善 换队能够 能够腾飞 各位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位 变手的发言 好 按正方四变刚刚的说法 今天全场只有一支队伍 是有机会腾飞的 就是北大 因为马大就算赢了 也不算腾飞 所以全场只有一支队伍 有这个机会 可能会腾飞 就是北大 用这种那么赢毁的方式 转个弯来称赞自己 我们还要给他多一个掌声 但是 我也要提醒北大的同学 你赢不赢 不是看你赞不赞自己 是看评判赞不赞你 好的 现在我们请我们的主办单位 向评审 收取最后一轮总结环节的 几分表格 不赞 inherently 将 二 二 五 好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要请评审投下他们的印象票 对于第一次来看我们比赛的群众 这个印象票简单来说呢 就是先不论分数 先不论太详细的论点交锋 就是评审凭他们看完整场比赛之后的一个总体印象 认为谁胜先投一个印象票 好吗 所以现在呢 评审就准备好要投印象票了 在投下印象票之前 我先说一段 就是今天的变题 改不改朝换代 我想大家各有各自的政治立场 我们就不谈 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寻找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的共同点就是 我们都期望 马来西亚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腾飞 那是我们的共识 可能我们的路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愿景是一致的 我们为马来西亚未来的腾飞给他一个掌声 现在 评审已经投下了他们的印象票 我就逐一给大家公布 从我的左手边开始 陈诚杰先生的印象票 投给了返方 返方的一票 蓝志峰先生的印象票 投给了郑芳 郑芳得一票 陈锦松先生的印象票 投给了返方 返方再得一票 罗志昌先生 那一票也去了返方 返方再得一票 梁泽宗先生的意见 跟罗志昌先生一样 同样是给返方 返方再得一票 张国伟先生 印象票 给返方 返方又得一票 妹子刘惠美 同样投给返方 返方再得一票 好 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印象票这个环节 正方得一票 返方得六票 也是给双方一个掌声 好的 现在大会有请评审团 移步到台上来 做点评的环节 来掌声 有请诸位评审 好的 所以现在 我们就要进行 评审点评环节 那 顺序不分先后 评审们你们资格决定 要由谁先发言吧 轻松 少数票先 好 那我们请蓝志峰先生 在民意多数的情况下 你必须先发言 哈喽 各位 各位评审 各位同学 双方便有 各位出席者 大家 下午好 那么看来是 六对一了 我是整个 七个评审当中的 这个少数 其实当我接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 其实整个的感觉呢 是非常好 因为非常贴近 这次的这个 整个马来西亚的这个 时局的这个发展 而且 变题呢 也非常值得 令人期待 那么我觉得说 反 我比较 在整个过程当中 先不谈 大家的这个 技巧之类的东西 那么 在正方方面 我就比较享受 第一 正三跟正四 当他们在提出 他们的这个 辩论的时候 但是 正 在立论的过程当中呢 正方是 的确是 比较 比较 没有很好的 带出 他们 整个过程当中的 一些 一些论点 然后 其实 在 整个过程当中呢 那么 正方 没有缺乏 缺乏那个 连贯性 在立论的 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把 票投给 在立论的过程当中 有提出 三个点 比如说 新加坡用了 二十年 然后 韩国用了 三十年 然后 提到 突破当前的 这个困境之类 其实这个题目呢 对正方来讲 是占有一定的 这个优势 而是 到第三 跟第四的时候 才看到 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才起来 所以我的印象 是给正方 但是 回到正确 当看回去 我所做的 这个笔录的时候呢 那么 反方 他抓到的一个点 就是综合国力 但是没有很好地去 诠释 什么是综合国力 而把综合国力的 这个 诠释点 放在 经济 但是并不仅仅是经济 还包括硬实力 跟这个软实力方面 这点是有点 美中不足的 那么正方呢 在这个 立论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点呢 是 是还不错的 但是在 双方 在 在承接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 不断地 在重复 没有重申 那个立场 所以感觉上 在咨询的时候 在 两场咨询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 大家都在强化 听不到大家的这个论点 听不到大家的论点 所以 这点是很可惜 所以在咨询的时候 很难打分数 所以这一点 其实是 美中不足的 那么 其他的这个 整场的这个 辩论过程当中呢 我听到最多的是 腾飞 但是并没有 很 双方都没有让我感觉到 腾飞到底真正的 这个定义是什么 是 综合国力吗 但是综合国力 是如何去诠释 然后谈到 经济的话 那么除了这个 GDP之外 还有提到 GNI 那么还有提到 这个GNI技术 这一些都没有 很好的去谈 没有很好的去提 而且还包括了 其他 马来西亚的 这个比如说 国行最新的 这个报告是 Living wages 就是生活工资 其实生活工资 也是一个体现 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 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是最新的一个 国行提出来的 这个概念 但双方并没有 很好的去 在这一点上 去发挥 那么 其实大家都 都做得相 都做得相得好 给你们 一个掌声 江安 时间给 可以了 好 那下一位 下一位 基本上六位 都是头同一方 那 成杰先生 来 大家下午好 其实这场比赛呢 我是觉得 正方的 开的论点 基本上是 蛮 普通 就是说 所谓的 历史性的政党 会发生那些局面 当然他很着重在 这个 所谓 这个政治体面 体系方面的改革 等等 但很多时候就 但是很 就是 反方也很聪明 一开始就强攻 腾飞的这个定义 然后也跟你谈 所谓 经济 综合实力的东西 这个过程呢 正常反而变得很被动 直到后来 结变的时候 才跟你谈 所谓 GDP的定义是什么 这个东西可能是 很科班的东西 而且在辩论场上的 时间 这么快 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 用很简单的中文 来解释 到底 所谓的 政治体系 改革过后 反弹过后的 所谓的 economic benefits 对整个国民的 福利生活 这些东西 你没有办法 很具体的说 所谓的 所谓的反弹的 红利过后 会怎么样去 重新的 你刚才提很多 所谓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但是你没有很清楚 分配说 你的再分配是去哪里 你的再分配是 重新投在教育 如果 业界这边 很多教育的人 会发现 我们教育的拨款 是越来越少的 你没有去说 所谓的 你所谓的反弹的 红利过后 你可能去拨到教育 教育的话 会让你的国民提升 你都没有具体提出 这些东西 而且这些东西都是 也未必是明年政纲里面 但是都是 所谓的民间的共识 的东西的话 你就变得很被动 你一直在 跟对方扯 不只是经济 包括政治体系 当然我要提出 访欢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要跟你谈 台湾跟缅甸民主化 过后面对的困境 就是很多时候 所谓政党轮离的时候 前几年 都是在跟所谓的 保守势力纠缠 你没有办法专注 所谓的这个 经济方面的改革 我本身在缅甸 做过研究工作 我也很清楚 所谓的NLD 执政后面对的困境 是经济 可惜NLD政府 他都没有去处理好 这个经济问题 而跟你去谈 所谓的民主和解东西 所以这个 反方提出这一点的时候 你完全不能回应 然后而且 在国际所谓的政治学的研究上 这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例子 当然你们其实是可以防备的 也可以回应 但是你们都没有做到很好 这个东西 当然我要还是 要讲的东西就是 在 反方呢 就是很严谨 很严酷 就是说他跟你抓 在你的定义上 跟你咬着的时候 也在跟你强攻政治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 我就没办法就把 这整个东西 判了给反方 当然正方的截变是很慷慨 是很激昂的 这个 但是我是觉得 你所谓的比较激情的 的总结 但是没有有 为整个比赛 带来太多的分数 好 谢谢 下一位 来 我们请张国伟先生 嗨 大家好 以我多年在大选投票的经验 我见读了反方 我当然也 以我在大选的经验 我应该是不会转票的 双方表现 不管好还是坏都好 我都坚决不投废票 所以我把票投了给反方 简单的说 因为加上说 我只有两分三分钟时间 整场比赛不是客套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的比赛 以我的评判的话 因为关键点这两个 正方的主轴只有一个 一直在说 今天只要解决了关键问题 就是腾飞 里面有三个主要的问题 体制问题 民主问题 跟经济问题 那是赛方今天一直在提的 反方今天四个大男生 坐在一个篮球框上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就把他们站场 锁在经济上面 因为对他们来说 解决问题都不能腾飞 因为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问题 这是完全超越了整个国内的能力 包括人机输入也好 人民的这个主要的能力也好 甚至外国更多的挑战都好 因为他说他以西蒙的整个执政蓝本来做一个基础 所以他说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可能腾飞的 因为他对腾飞有很大的要求 整场比赛我觉得都纠缠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想一想 反方如果接着变体 我把改朝换代拿掉 它依然可以变了 因为他只是在研究马来西亚的实力 那如果我是正方的话 因为我说为什么这比赛很接近 因为我到结变 我都决定不了票数应该投给谁 但是结变点出了一点 他说今天对方一直谈经济 难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腾飞里面只有经济吗 他讲完这句话 我期待他有更多的东西告诉我们 为什么今天不能只谈经济 结果他给我的感觉 他就讲了说 可以这样的吗 只讲经济吗 他就继续唱他的大戏了 所以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如果我是正方的话 这个当然不能帮你圆 如果你要谈腾飞的话 你要有保障的话 不是卖保险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时间点 如果你刚才提那三个关键点 都是一个基础的话 这个基础怎么造就 你在不同的时间点里面的 慢慢的走向腾飞 我反而想要听的是后面那个部分 我完全认同你说 关键点关键问题能够解决 我们就能腾飞 但是像反方所说的 中间那一块 你是有论证责任的 如果你不能够给到我一个很 不要说很阶械 或者很准确的一个猜测 但最起码站在这个基础点上 你能够去推下去的话 我觉得票数对我来讲 可能是会转投给正方的 所以以上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妹子 我真的很久没有来到辩论的场合 我今天也是有点像是来学习一样 今天我听了正方双方的这一个辩论之后呢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正方的论述非常地完整 对我来说在腾飞上面 我真的是会期望国家在智上面各个方面的一个提升 我也非常认可 突破就是其中一个必要的条件 如果能达到这个必要条件 那改双方代是其中一个能够达到腾飞的要求的话 那他就是能 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呢 总结来说 从反方的一到反方的四 他们都在架构上面 比较完整地设立了一个像刚才国伟说的一个篮球场 这个篮球场有点像是把正方锁在了这一个游乐场里面 然后之后 对方无论怎么打 他都还在把腾飞的标准定得非常的高 然后告诉大家里头是有代价的 这个时候改双换代 西蒙等等的这些承诺 都不在于能达到这个篮球场上面 他们定下来的那个腾飞的标准 所以整场上面看起来就是正方好像 他还是非常的稳定在那边 正方试图想要告诉大家说 腾飞在智上面不能只有经济 经济以外的质量怎么说呢 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很难用很短的例子来让我被说服 反而反方有很多 例如你要谈幸福度我拿不丹 不丹很幸福啊 那还有腾飞吗 有突破就是腾飞吗 朝鲜跟韩国关系上有一点突破 我们说他们就腾飞了吗 其实它是偷换概念 但是它在一个非常短和尖锐的 简简单单的 给了我们一个疑问 我们还没有理清这个是不是偷换概念的时候 我觉得正方需要很多 其实准备好的一些反驳的方式 对于这种这么短 这么让我们思考的东西去破解它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吃亏的 是正方比较少这种短而精锐的方法来打破 对方对于腾飞上要求那么高的一个标准 所以今天正方在后尾的时候 试图要把反方所说的这个腾飞 讲他说你们定得非常的肤浅 但是我总还是觉得反方在情感上也加了他们的一个论述上去 就是其实腾飞是很难的 代价又很高的 然后就是连情感上国际定义上面 而且最后反思我喜欢他有说到说今天的变体我们讲腾飞 不是说安稳也不是幸福 所以他的定下来的游乐场还是好像虽然有点霸道 但是还是很合理你知道吗 所以这方面可能正方在辩驳上面 短促的辩驳上面有点吃亏 就这样子谢谢 好谢谢梅子 下一位来我们请陈锦松先生 好大家下午好 我先谈这个变体的题目是改朝换代 能或者不能令马来西亚腾飞 这个变体本身是具有可变性 这是一点 然后呢我想这个正方呢 刚才是说如果是他们胜的话 他们就腾飞的话 那么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这个 本来应该胜的这种气势 一下降得很厉害 不应该不应该先认输了 因为他讲如果我们胜就是我们腾飞 马大胜是没有什么 这个是这个本身就把自己的气势降下来了 那我想这个变体呢 其实如果你是说这个大家第一个印象呢 可能是对正方有利的 会有第一个印象 因为现在改朝换代的气势非常高涨 所以一定会这样想 但是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 我们是看双方辩论的取材内容等等 能够抓入对方的弱点 加以深论 那么他就会在这个辩论方面取胜 我先谈谈正方 我觉得正方本来对这个变体 是非常有可发挥性的 但是呢 在准备材料方面呢 很多的地方没有加以完全的深论 好像他们第一点提到的 比如说体制的改变 这个是体制的改变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 包括韩国都是体制的改变 才可能有今天的韩国 历史上已经证明了 所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 一定有一个过程 特别是民主国家 有一个改朝换代过程 第二次的话他就会起飞 这个例子是很多的 他们并没有举这个例子 所以呢 另外呢 所以当你们提出的 包括那个经济 经济他们应该谈 更多的经济分配的问题 马来西亚人民的 这个所得是非常的低的 马来西亚人交所得 所以能够交所得 只有10点多 不会超过20%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得都比较低 低到没有办法交 就是所得在3500左右 所以等于说 马来西亚的经济体制 已经是 已经走下了 很严重的地步了 这些非常具有 争议性的这个数据 并没有在 正方在辩论的时候 加以申论 另外我想 正方第三 你是马来西亚 还是中国人 对吧 应该是中国人嘛 对 我看你的表达的 那个方式 但是我发现 你对马来西亚 相当了解 我打岔一下 他好像不止对 马来西亚很了解 他好像特别 对我们的首相 特别了解 这样子 开玩笑 开玩笑 我看他代表达 对 特别他后面 在这个 后面谈的 这个整个结论的时候 非常强烈地 对这个 反方有很大的 这个反驳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 施变能力 是非常的强 在辩论里面 我相信 他是非常好的变手 那么呢 我觉得 反方的强点呢 我相信是 队伍基本上 四位变手 都相当的强 我觉得 非常的强 然后呢 我想 他们能够抓紧的是 特别是 当他们提到 这个是 腾飞的时候 这个字眼 抓得非常紧 而且是 从一变到四变 都在这个 腾飞方面 不让对方 有机会进入 甚至提出一些 对方可能都不知道 他问到 缅甸的这个经济 还有北欧等等的 这些数据 可能他能不能 没有办法准备 可能也没看到 但他就被套紧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的强点 另外呢 当我们谈腾飞的时候 我觉得 反方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一直强调 综合国力 这个综合国力 是代表什么呢 其实综合国力 其实也包括了 这个国家的 经济啊 政治啊 军事啊 外交等等 都在综合国力里面 所以他们很巧妙地 用综合国力 来谈腾飞 我觉得这个是 反方在后面的辩论 为什么一直拉高 他们的气势 是因为他们能够在 综合国力 跟腾飞之间 抓住他们的关联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他们的 非常强的地方 因为我想 辩论呢 常常是这样 双方一定要抓住 自己的点 有时抓到自己的点 抓到自己的论据 但是后面的声论 没有发挥 今天我觉得 正方就遇到这个问题 其实对我来讲 如果这个变迪开展的话 我认识认为 正方应该 占的优势 应该比反方更强 所以今天反方能够反扑 表示反方的耐力 的确是超强 好 谢谢 感谢陈景松先生 接着我们有请 梁泽宗先生 各位午安 我整理一下该怎么讲 OK 第一 整场比赛战局 其实并不如 英相票的头像 6比1这么悬殊 双方其实 咬得相当捷径 相当紧 基本上双方对腾飞 给出了一个 不同的基准 分别只在于 在操作上 跟论述上 反方会相对的 完整和坚决 那所以这一票 投了给反方 这是概括 概括的说 第二 郑芳今天开稿 他谈的是 改朝换代能够改变 马来西亚 三个关键问题 事实上三个关键问题 可以变成一个了 体制改变是根本 现象上是历史上 从未有之的政党轮替 而体制改变 当然可以带来 经济的重构 可是你们抓到了 三个关键 而且也提出了 所谓的腾飞 是长时期 不是短时期之事 很可惜这些概念 到了后段都忘记了 所以你们就把自己 维持在 有时会提现有的一些状况 有时会提出 不能只是用经济为基准 可是对于 对方 反方所提的那几个概念 我个人觉得你们是挑战不利 如果你了解体制改变 你们不会这么容易翻过 反方题的综合国力 好 反方 反方今天很过瘾 你前半段提出了 腾飞的基准 要看综合国力 而马来西亚 没有这种储备 特别人才上 或者所谓的核心竞争力 从来没有拟定 第二 原来腾飞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叫国际的编局 那基本上呢 刚才有个评审也提出了 你把一个真相 讲得太侧罗罗的 其实你的底线是 不管马来西亚 是否改朝换代 不可能腾飞 很可惜 正方没有注意这一点 他把整个马来西亚的债 泡了给你们 让你们用改朝换代来解 当然解不掉了 可是你们又意识不到 所以让他过关 然后后面呢 他就好像很怕得罪西亚 好像怕得罪西亚之后 没有了希望 所以说什么呢 西亚啊 只是要做修复 修修补补 所以为了安抚民怨 重整现有的不公平 甚至是带来福利 所以那个钱不是投进去那里的 经济 所以你的正面目录了出来了 你的综合国力 其实全场都在喊综合国力 正面目是什么呢 经济 因为要在国际上有话语权 经济是唯一的条件 不要相信其他宣传 什么软实力巧实力 假的 就像某个国家讲 和平崛起 对不起 可能真的 你看我用这个表情 就知道正才是假的 好 整场下来 反方牢牢抓住 综合国力 分方对于综合国力达成 就只有轻轻地提出 不能只用这个方法看 用别的方法 你们提出了司法不独立 提出选区划分不独立 提出反抗会不独立 你们只提出了这个事件 没提出事件的后果 也就是说 真方今天其实错在哪里呢 判局 你要把马来西亚 当今的马来西亚 形容成 近乎是 滑坡 制度崩坏 价值崩坏的状况 如果在这个环境下 能够改朝亨带 那每一步 稍微停止下滑 都是腾飞 可是你少了 行数这一点 第二 对体制理解不够 你不懂 你们只会谈 分配不公 不只分配不公的 还有很多所谓的 捧党啊 很多的所谓的那种 裙带关系啊 既得利益者守护啊 或者是 国家为了解决 当时金融危机 迅速把那个车头 从这个 本来应该往出口倒向的 慢慢的 移动了这个内需 到今天呢 连续三个首相 都对这个乐此不疲 还有一个跳槽了的 你们如果这方面 了解更多的话 综合国力的不计 事实上就是 政党权力机构 没有替换 带来的流弊 打蛇打七寸 不打这个七寸 其他东西空想 但很可惜 你们就有个别论述 提不出完整概念 你们提出了一个 很好的标题 综合国力很高 然后提出了一个对比 中国没有民主化 是不是腾飞呢 新加坡 就人类历史上那些 集权又能腾飞的 你们几乎都用完了 你小心哦 历史上就只有 这几个凸显的一纸 所以不民主能腾飞 你要不要选择 算数好的 想想看 抛出了 然后就用一些技术 北韩也突破框架 跟南韩合作 突破什么框架 以前早都拥抱在一起了 几次 正方就完全没有回应之力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是一个操作 跟技术的胜利 也是对于马来西亚 目前 加国实况的 把脉不足的 这个表现 这一说这道遍题 坦白说 我对这道遍题 看法可能跟其他评审不一样 我个人会觉得 正方是略是方 因为你们从 在野实力 从2006年开始 结级的板块 一直到今天 他其实 他走的不是那么一样 当初那么一样的清洁 书生爱好的清洁 他更洁净的是一种 混同 在宗教 在种族之代遗体上 他没有这样一刀两 一刀切 当然 这种判断 对不起 我讲回遍题先 这个局面 可以使到 在野实力的权力更换 更多可能只不过是一个 政治的谋动 而不是一种 国家架构的整体改变 很可惜 反方没有提出这一点 你们应该大胆提出来的 因为如果把西蒙的更多光黄摘下来 不表示改朝换代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深入理解 你当然知道 只有书生 读书的人 在政治学里面才发现到 我们要壁垒分明 然后壁垒分明的替换才最美丽的 其实最美丽也是最浪漫的 你注意 政治上浪漫 永远是流血的 不是我们的罗曼蒂克 这种混同状况的替换 其实是消灭了很多 不必要的对冲的 我们不要只是看轮替 要看看很多精英的协商的妥协 不要听一般的那些人 催的 看进去催的根本 拿历史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我个人觉得 反方不够大胆 但不大胆不能判输 正方 开了不错的点 但没有操作好 只有零散的亮点 局部的高潮 包括自由边 你们差一点可以引力转的 正方跟等到后期提出 经济背后的应数 提出保持孤打 怎么带来这个效率 才开始找回你的方向 很可惜就两句话 但整体看起来 就是操作全家理解不足 带来的只有片面的亮点 对比于完整而纯属操作 胆子不大 但还能过关 所以整体就如此 谢谢 谢谢梁泽彤先生 好 接下来我们交给罗志昌先生 各位在场的朋友 北大如果胜马大就是一个腾飞 不要鼓掌 不同意 因为我们既得观念里面 就是马大就是 总之马大输了 另外一堆就是很厉害就对了 对吗 我们永远用这样的一个相对观念 来谈腾飞 那今天的观念 其实这个东西就正是 这个马大 你说他们狡猾也好 厉害也好 他们设的陷阱 就是他把腾飞做了一定的界定 国家成长线每年都6% 如果你还是6-7% 那怎么叫腾飞 所以他们在 在这个腾飞这个要求 跟这个标准上 他那个防火线做得真的是太强了 你讲我们司法民主变好了 那只不过是修复而已 朝鲜跟韩国好聊 他就讲这个是腾飞不是修复 为什么你不讲 那个也是修复而已吗 懂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他把所有你们讲的东西 都是修复而已 他们讲的就是腾飞 所以你刚才妹子行动得很好 那个篮球框把你钉死在那边 你在那个篮球框里面去玩 这是一个在布局上的 一个非常严重的对比 第二个我觉得正方今天 最严重的问题 整体上谈 其实我们评完之后 我就跟泽总讲 有一个东西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困难 凡方一直问你 因为你们提的是一个体制的改变 体制的改变 怎么会建设成腾飞 这个问题问了很多次 好像真的对你们来讲 也是很困难 因为你们一直觉得说 体制改制就能够让这个国家变好 然后腾飞呢 这个东西的连接 其实不是很难的 这个国家如果没有贪污了 外资有信心了 外资有信心了 FDI就会进来 这个有很难吗 可是你们就是讲不到这个东西出来 非复体制 建立体制 然后让这个体制健全 让投资有信心 让国外对我们有信心 最明显的例子 我们解决1MDB的事情 马币就晚上升职了 为什么这些东西讲不到 这不是腾飞是什么 就是少了这样的一个连接 你们谈的 他们当然很贼 他们单只讲经济 你们谈中和是对的 可是这个中和里面 你们连接不到去 少了这个桥 这个桥一搭上去之后 他们那套东西就 就可以拜拜了 所以这个桥要连接起来 我们变完的时候 我跟泽东讲 这样辛苦 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难讲 因为这个东西是连贯的 外国为什么对我们有信心 因为我们司法不独立 因为我们有压制自由 怎么这么一堆 反过来 这些东西没有了之后 外国人是不是对我们有信心 我们经济是不是有机会起飞 所以这个是一个两面的关系 你多延伸一下 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开场明明讲得很好 新加坡花了24年 韩国花了20年才腾飞 所以这个腾飞 在你们的界定上 要把它拉长来看 你不要去跟他讲 明年就要七八千 那是不可能的 裁判也不会这样 奔听他们的 因为他有一个合理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 对你们是有利的 裁判不会奔到说 明年自正 新年明年自正 就马上经济就腾飞 裁判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所以你只要把时间点上拉开来讲 再描绘一个愿景 哇 那个多漂亮 你就成功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觉得 这个 所谓的 不 不只是经济 其实你们谈得很好 幸福感 所谓腾飞 因为他们讲 今天我们的题目 不是民主腾飞 其实你们也可以讲 今天我们的题目 不是经济腾飞 对吧 可以是幸福腾飞吗 可以是社会安全的腾飞吗 可以是国家 民主的腾飞吗 所以你们把那个 他们讲 你们讲民主改善 国家变民主了 他跟你讲 今天我们的题目 没有民主腾飞 他们讲经济腾飞 就有腾飞 所以同样的东西 你拿回来用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 我其实当你们谈到幸福感 当你们看到经济以外的重要 整个综合 我是期待的 快点快点 还有什么 可是我必须讲 就是没有什么了 所以这个是今天整个正方 我觉得最严重的部分 方方 我完全同意 刚才几个评判题 特别是 妹子举的几个例子 我觉得可以学的 今天 今天他们是淋漓尽致 尤其是在 我一直讲 执询很重要 因为你执询不好 就整个题走掉 浪费时间 我这样多场辩论 平时来我都谈这个东西 你看他们 他们执询的问题 问得多好 中国民主吗 中国腾飞吗 免费民主吗 免费腾飞吗 你看 那个问题是很sharp的 然后又把很切题 然后再问你 我国的内需 占百分之几 一定讲不出来了 普通人 他就是这样厉害 所以给我们这些 很厉害咨询的高手 一个掌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看我们在辩论的过程里面 有些人会 他问了之后 他没有效果的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讲 他问了之后 等于没有问 甚至是浪费时间 可是像这样的执询 像这样的辩论 真的是所谓的 词简易答 非常精简 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 所以今天他们的表现 当然内容我还是觉得 相对薄弱 因为你们没有碰到 像泽宗这种高手 但是在整个呈现的 那个基本利润的架构 其实是稳的 然后那个敏锐度 其实是高的 不单的例子 朝鲜的例子 当然朝鲜的例子 如果是碰到我 你们也是很惨 开玩笑 就是中国的例子 北欧的例子 都是很short的 然后整个防火线 就做得很好 所有你们讲的 只不过是修复60年 养伤 谈不上腾飞 他那个防火线 做得很好 然后再直接的回到 整个西联的宣言里面 讲的福利国占的百分比 整个西联这种福利导向 而不是腾飞导向 整个防火线 跟那个 自己的设定的 那种防守的部分 真的是做得非常强 我想要给马大掌声 这个部分 很奇怪 理论上 我是西联的人 听到你们骂西联 我也是觉得 合理的也是要组长 谢谢大家 好的 那各位 诸位评审都把话讲过 我不是评审 我虽然是大会主席 但我突然有一个奇葩的想法 是双方变手 我不知道是他们想到了 他们不用 觉得不可以用 还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你看我们都知道 他们争执的重点 是在腾飞 改朝换代不用变太多 他们都认为 一定是希望联盟上台 才叫改朝换代 你们有没有把回教党 放在眼里啊 今天请的 一个是希望联盟的人 一个是国阵的人 没有请回教党的人 你又把回教党放在眼里吗 那如果回教党上台 这个改朝换代 能不能腾飞呢 那 伊斯兰刑事法的腾飞 算不算腾飞呢 哦 那又是一个很好辩论的焦点 反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 有想过 但觉得参加聚会 混小时听 所以干脆不用 对吧 懂得歌手 果然是高手 我们再给双方一个掌声 也给评审一个掌声 谢谢诸位给我们呈现 那么精彩的表演和点评 谢谢你们 那么 那评审你们先稍等 我再说两句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退席了 哦 对对对 还没有那么快 你们要投你们的总结票 对 那个票 票 票在哪里啊 工作人员有没有 是在桌子上吗 我没有看到 总结票 那个总结票 不在这儿吗 不在我这儿哦 有总结票吗 啊 来来来 他没有对准这样关门了 什么 不要乱来 总结票 是是没没没没看到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没看到 等一下啊 找一下找一下找一下 没有选过 没有 这个 票不见了 都叠在一块了 好 那现在我分发总结票 让评审投下他们的总结票 就打钩就好了 然后都传过来 谢谢各位 哎呀 好 7张总结票都在我手上 我看一下 没有意见 好 谢谢 要关灯吗 好 OK 各位观众 总结票已经投过了 分数票呢 我们筹委会还在计算当中 而成绩 将会在 待会儿表演赛 过后闭幕环节给大家宣布 到此我们的工作 也算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合作 谢谢精彩的表现 谢谢大家 请评判退席 先到 拍一下休息 谢谢你们 来来 谢谢 好了 那我大会主席的工作也告一段落 再次谢谢大家 给予变手们的支持 也同时谢谢大家 给予变手们的宽容 在刀来见往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讲错一些什么 不太妥当的话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毕竟年轻人嘛 血气方刚 我当年也是这样 所以我很理解 没事 我还是那一句 校方必然是宽宏大量 我们再给校方一个鼓励的掌声 那 明年的 全国大专华语辩论会 如果有机会 有缘 我再和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严江汉先生 请严江汉先生留步 感谢本场大会主席 本场赛事的成绩将会在 稍后的辩论本演赛后 揭晓 敬请期待 现在大会将进行赠送纪念品仪式 大会首先有请康宁要级代表 市场营销部总监 李维隆先生 在第16届全国大专辩论会首委会主席 方凯伦同学的陪同下 颁发纪念品 掌声有请 首先带回有请吕先生赠送纪念品于严江汉先生 有请严江汉先生 谢谢严江汉先生 请严江汉先生留步 接下来有请第一位评审 陈诚杰先生 谢谢严江汉先生 请严江汉先生留步 第二位评审 兰志峰先生 谢谢严江汉先生 第三位评审 陈静松先生 谢谢严江汉先生 谢谢陈先生 第四位评审 罗志昌先生 谢谢罗志昌先生 谢谢罗志昌先生 第五位评审 梁泽忠先生 谢谢梁梁泽忠先生 第六位评审 张国伟先生 罗志昌先生 谢谢张先生 第七位评审 刘惠美小姐 谢谢刘梁梁泽忠先生 谢谢刘梁梁泽忠先生 现在请各位评审 以及严江汉先生 移步到舞台中央 我们一起拍张大合照 好的 谢谢 谢谢员先生 严江汉先生 以及各位评审 请各位回座 现在大会将进行支票移交仪式 大会有请马大华文学会 职委会主席 黄艳科同学 在全辩十六筹委会主席 方凯伦同学的陪同下 上台进行支票移交仪式 首先大会恭喜 拿丁巴杜卡周美分 代表拿督斯里魏嘉祥博士 上台移交支票 拿督斯里魏嘉祥博士 所赞助的数额为 一万令吉 谢谢拿丁巴杜卡 全辩筹委将赠送纪念品 以示谢意 谢谢拿丁巴杜卡周美分 请拿督巴 让周美分回座 接下来 大会有请全辩十六白金赞助商 Caring Pharmacy 康宁药剂代表 市场营销部总监 吕维龙先生 上台移交支票 掌声有请 康宁药剂所赞助的数额为 一万令吉 谢谢康宁药剂代表 全辩筹委将赠送纪念品 以示谢意 谢谢吕维龙先生 接着大会有请蔡伟杰市议员 代表YB许来仙先生 上台移交支票 同样的 YB许来仙先生 为全辩十六赞助的数额为 一万令吉 谢谢蔡伟杰市议员 全辩筹委将赠送纪念品 以示谢意 谢谢蔡伟杰市议员 最后大会有请 全辩十六黄金赞助商 TopGlove 顶级手套代表 洪英达先生 上台移交支票 有请 顶级手套所赞助的数额为 五千令吉 感谢顶级手套 现在全辩筹委将赠送纪念品以示谢意 谢谢 谢谢黄银科同学和方凯伦同学 第十六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再次感谢所有赞助商 对全辩十六的鼎力支持 而现在在场各位将享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第十五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第十五届全国大专辩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十五届全国大专辩论会